台北已经到了呢 必须要使用这个市区的这个 这个机场 让这些商务的这些旅客呢 能够有更方便的节省时间 你要去上海你就知道 那个虹桥机场捷径多少 那个浦东机场有够远 一塞车的时候呢 两个小时 但是呢 其实呢 当然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了 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个王老师说到 这个时间可以省了很多 比如说 如果驻台北的要去上海 如果可以这条航线 他买得到飞机票 或是不在乎这个飞机票的价钱的话 他可以再来回的时间 比如说在台湾 你就不用到桃园去了 那在上海 你就很快就可以到市区 可以省得这个时间 时间就是金钱嘛 如果对生意人来讲 但是也有人说 这个老师说 如果要把松山转型 他还要军方让出 很大的一块土地 那很多人就说 他的便利性这么多 但是我们现在政府强调 是要在这一块 可能就是要做一些商务专区 就是 你有这些地方 你知道让出来给私人 比如说大企业 他有些私人的专机可以使用 那很多人说 那你只做张 你让出来这块 你要做商务私人飞机 你是不是就土地财团 我当然先不会是直接说 是不是土地财团 我在考虑的是那必要性 我觉得说如果台湾真的有 目前有六个企业家有小飞机 我们可能会认为说 就为了这六个人吗 当然你可能要吸引 全世界各地的这些总裁 总裁级的人 又坐飞机来 我觉得也不错 桃园为什么不行 就桃园他也可以有一个商务的专区 让这些人去停靠 刚刚老师很在意的那个时间点 我再看今天晚报的另外一个版本 好不好 他说马英九总统他承诺 他的机场捷运 要一定要在25分钟以内 就可以从台北抵达桃园 原本设计是35分钟 他说一定要在20到25分钟 今天刚刚讲过的话 刚刚我们看过那头版 他说下半年就要启动第三航下 为什么因为他告诉我们桃园机场的排名 节节下滑 排名是包括什么 包括货物 包括旅客的排名都节节下滑 那代表的是说 其实桃园机场已经面临一个很大的危机 我们都还没有讨论到小港跟台中的 光是我们的国家门户的桃园机场 基本上他就已经面临了载客量不足 货运量不足的问题 结果呢现在我们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已经把它视为比斯里兰卡的机场还要不如的桃园机场 还没解决怎么又动脑筋到松散机场来我不太了解原因在哪里 我也比较几个城市好了 刚才大家讲的上海东京首尔 那都是一千万人以上的城市 可是我愿意来比较的是 跟台湾北北桃 就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县 比较接近六百万人的是香港 香港他们的启德机场 因为有了赤辣角机场之后 而且机场的快线也建立之后 它的启德机场就不需要存在了 那所以我认为台北北桃应该要跟香港比 而不是跟东京上海首尔比 因为人口是不太一样 所以我这边要提的就是说 如果在这样的一个使用量上面 松散机场一旦出现 而且它还要扩建的问题 连747都没有办法正常起降 那我会觉得说 这个对台北的发展真的是好吗 那桃园又该怎么办呢 我甚至认为总统今天会去桃园看 不也是因为桃园县长吴志洋 他认为会受很大的冲击 向总统提出抗议吗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要深思 所以您走到我其实也 就是您也是长期从事这个观光产业这一块 我们来你自己来看 就是说你照在一个 不只是站在高高频的这个角度来看 站在一个高一点来看 您自己觉得说 其实在这个产业的一个竞争跟配置之下 比如说目前政府喊出了说 桃园跟松山是可以分工的 可以分工的 但是真的能够分工吗 比如说很多的台北客 如果他在台北可以出机 他其实他可能就不愿意到桃园去搭飞机了 难道真的没有竞争吗 当然有竞争 我当然同时也赞成桃园跟松山 共同来分工 来打造一个更好的一个平台 我也同意松山机场 尽量能够多挥几个国家的首都 可是我觉得在这个竞争的同时 绝对不能忽略掉南方 高雄小港机场 今天之所以会比不上台北松山机场 就是因为政策上给他限制太多 同时你因为政策给他限制 所以导致成他顾客就会对减 因此我认为既然要讲分工 就不应该只有所谓的桃园跟松山机场来分工 我们应该也要把台中 清泉岗跟小港的 这个高雄小港机场 共同四座机场来做分工 这样才对 不应该只是说分工的时候 就成为亚太这个转应中心的时候 他只是针对所谓的松山机场 以及桃园机场来做分工 这是不对的概念 所以我们赞成他尽量多开放 可是我们希望他的分工一定要彻底 所以说不要只有集中在所谓的北部这一块 其实要考虑到我们南部 其实我们待会也会来讨论 这南部的小港机场 今天是王小二过年 一年不如一年 我们其实来讨论就是说 其实我们看到的 我们刚才说报纸上会看到 那其实真的 有时候资源 政府的资源就是那么多 那你怎么去让 这个最多的资源 可以留在我们现在这个县市 要推的这个主要的城市 主要的政策里面 这些要推的 老实说这资源有时候都是要抢的 那那个熊老师 我回头再来问就是说 就是说桃园的地位 到底会不会受到影响 而且会有一些 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 这个机场捷运 的确马总统希望要求 20分间到25分间 就应该可以对台北车头 可以到这个机场 老实说 这个机场 如果我可以在台北搭机 那我为什么要到桃园搭机 那这个机场捷运 也延宕了那么多年 好不容易盖好了 会不会盖好了 但是却会面临这个客源 被瓜分的问题 其实我想松山机场的发展 大概它的定位很清楚 就是要强调一个方便性 那这个方便性将来 如果机场慢慢能够分工的话 可能松山机场收的价钱会是最高的 也就是说因为你有节省了最多的时间成本 你有最大的便利性 所以未来可能会像全球各个大城市一样 其实我想不止东北亚的城市 包括伦敦巴黎纽约 他们都藏了一个市区的机场在里头了 那这个收费是最高的 为什么收费最高 因为你本身你使用最多的资源 因为你创造了最多的市区的噪音 你带来的最多的麻烦 所以相对来说你要付最高的价钱 那为什么桃园比较不适合去做这个商务包机的一个情况 主要在于说它其实方便性不够 那另外一个桃园有很多跨洲际的航班 跟大型货机的起降 你小飞机的起降的程序 跟大飞机行程序其实不太一样 那中间会造成一些干扰 那所以如果说我们都是大型的客机 或大型货机在做这种跨洲旅行的话 其实某些比较短的点 它是适合可以做一个分流 那只是问题就在于说 其实不太希望看到的现象是 松山真的跟桃园在抢客源 我们希望松山能够开发的是新的客源 比如说这个刚刚赵源提到说 我们可能基本上如果现在只有六个人 有六个企业家有小飞机的话 这个做商务包机的意义不大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新的发展 比如说鸿海的郭台铭郭董事长 他自己有一个小飞机 不过他成立一个航空公司叫华杰 他打算买四台到六台的Golf Stream 就是说我们在讲的商务客机 很明显他想要做商务市场的 Time Sharing的这种飞机的这种形式 那这个东西可能就不太适合 在桃园那个地方做 那所以我们可以想得到的就是说 松山应该他要发展的方向 跟桃园要发展的这种 洲际的转运的这种方向 要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隔 那松山也应该是以小飞机为主 也不见得要再去扩建他的跑道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规模 然后就是飞这样的一个飞机 那么单走道为主 然后四千公里内的这个距离为主 这样的一个市场 那这些市场还包括了 我们在讲的可能有一些 比如说后送 我们在国外有一些医疗专机 他如果说能够回到松山机场 他就医疗资源来说 他可能离市区也比较近 那这大概是松山机场 他未来的一个vision 也就是说他除非他除了这样做之外 他如果真的要再去抢旅行社的客员 或者他真的要再去抢桃园机场客员 其实我觉得会是一个国家的灾难 所以您觉得现在真的定位清楚了吗 我想慢慢的大家会摸清楚这一个方向 慢慢的包括就是政府部门也会边走边看 我想应该是 因为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发展 这样一个商务科技的经验 就这种商务私人暴击的经验 所以呢我想现在回头来要看看就是民进党其实在从以前 李应元在选台北市长包括谢唐林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都喊过这个松山机场是要签调的 那当然是马总统他们之前有喊过这个首都机场的一个政策 那我们不知道是说像这次的这个选举苏贞昌要来选这个台北市长 对于这个问题外界的观感就是说可能还在看外界对这件事情的风向球 现在还是吗 我当然不能帮苏院长来发言 因为我不是他的发言人 那他还是以他的总部证实他的方案提出 但是民进党一贯的主张 就是认为松山机场是没有必要在这个城市继续存在的 因为刚才各位所讲的功能 越讲越小了 就变成松山机场到最后是商务的小型的 甚至连后送如果都变成功能之一的话 那台北市付出多大的成本 从中山区大同区松山区 整个最黄金的地带 就为了这些我们大家看不到 还不知道院景在哪里的这个来服务吗 我们想想另外一个院景好不好 基隆河他的两边为了200年的防洪频率 盖了那个像怪兽式的水泥围墙 限制台北多久的发展 如果我们可以把整个松山机场迁建之后 变成一个中央公园 它可以有个蓄洪的功能 那搞不好两边的围离都可以拆掉 也可以享受像高雄爱河那么漂亮 它从此继续负担那个新生高架桥 如果有一点院景 还要像青西川一样富裕 变成柳公郡 那每天高台北市